他接到一个电话 升职的机会来了 两年前的领导让他去总公司一趟 忙不迭地跑过去 领导这两年升官了 成了公司的常务 不过他是一点没变 上来就问工作 常务确实有工作给他 最近公司在他家乡修的桥开工了 原定低级打18米 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但20米当然更好 因此网上出现各种阴谋论 说18米是偷工减料 你们家乡的岛民受此影响阻挠施工 所以土木部桑园部长 希望你帮忙去解释一下 多年为回家的小英 终于趁着公差回家了 还带着他的四个同妻 小导也就几百户人 大家好像都认识 熟人的叔叔阿姨 知道他家住不下 惦记同妻们的行李 就去了自家 小英独自回到家 发现满桌的药 爷爷在厨房 给他做最爱吃的可乐饼 家里的一切好像都没变 但其实已经变了 夜里同妻们也过来一起晚餐 在他们边吃边聊 开心地讲对方糗事时 爷爷默默地看着听着 饭后小英聚烧洗澡水 爷爷突然跪在四个同妻面前 这把四人吓了一跳 但爷爷话出有音 他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 与小英相依为命的日子 没能将他教育成 适合现代社会的人 看到各位如此包容他 所以有此不情之请 求你们永远做他的朋友 四人泪流满面 小英正是叫着爷爷洗澡 打断了对话 这一夜 小英睡在爷爷身边 爷爷嘟嘟囔囔的道歉 没能帮到他 小英正想宽慰爷爷 爷爷翻个身睡去了 第二天是说明会的日子 同期的木道 却发现了新问题 作为土木部的职员 他从在这边施工的同事呢 得到一份资料 真正的问题 不是低级深度 而是低级灌注的 混金土的水泥量 与射击不符 这会导致桥的强度不够 小英问原因 木道说 你原来的黑川部长 和我们的桑原部长 都是下人社长的有力人选 黑川升了长五 桑原原地不动 他自然想靠着增加 这个项目的利润 扳回一局 所以才选择偷工减料 耿治的小英 拿了资料去找桑原 桑原信誓旦旦的说 这也符合国家标准 全日本没有哪家公司 不干这事的 接着他诱导小英 这可是你一直期盼见的桥样 这件事做好 我还能调你进土木部 两千奇美 这竟然把小英说动了 一时间没了反驳的意志 在意识厅 他拿不定主意 同情们有的建议 他就要桑原说的做 那样你不但实现了梦想 还能回总公司 但也有人认为该实话实说 虽然符合国家标准 但地域设计就有安全隐患 两边的争论 小英更拿不定主意了 他匆匆的跑回家 想问爷爷自己该怎么办 但这一次 他突然说不出口了 转而问了一个其他问题 小英明白了爷爷的答案 在接下来的说明会上 如亲人般的岛民 将桑原赶下台 只要小英来说 这个桥到底能不能建 一边是前途和理想 一边是亲人与信念 小英在台上说道 作为小岛第一个考进大公司的人 我很感动七年前 大家为我送别 这七年中 我认识了无比优秀的同期 多回他们的陪伴 我坚持到现在 我时刻告诉别人 也提醒自己 我有三个梦想 在家乡建一座桥 找到一身信赖的伙伴 和伙伴一起建造幸福的建筑 如今第二个已经实现 第三个我还在努力 关于第一个 我想告诉大家 小英哭得抬不起头 为失去的理想而哭 为恪守的信念而哭 每个人的内心 都有最真实 最在乎的东西 这些东西在旁人眼里 可能如碧驴似草芥 但我们却愿意为之耗费精力 投入感情 甚至放弃前程 自然就被认作不成熟 可谁有能面面俱到的成熟呢 有人会为了远方的爱情 毅然辞职 有人会为了一眼美景 奔赴千里 有人三十多岁 看个视频都会流泪 真的毫不成熟呀 但也无需成熟 那些懂得权衡利弊 学会察言观色 进退都流露 上下接算计的人 确实成熟 若是够聪明 自然能混个人上人 可与你我这样的普通人 齐心埋怨地故作成熟 最终只能成为 心胸狭隘的金金小明 不是不好 只是太累 何不如爷爷所说 永远抱定你的坚守 虽不成熟 却可成为自己呀 小云回到家 教会他这些道理的爷爷去世了 在邻居的帮助下 办完丧事 收拾遗物时 突然发现 七年来寄回家的钱 爷爷一分梅花 小云第一日头回了东京 理想和亲人都没了 但他却发现 传真既有爷爷的传真 那是临死前的最后一封 上面写道 樱花绝不会枯萎 既是飘散 爷爷定先盛开过 带给过无数人美好 小云内心积攒的痛苦 在这一刻爆发了 推倒了所有的东西 唯有那份痛苦 推不掉 几天后 他打起精神去上班 走到半路又回去了 亲人离世 理想破灭 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同情们打电话 发短信 甚至亲自上门 小云都只回复 身体不舒服 在出租屋 一待就是一年 长期的离港 公司要将他辞退 同情们商量着 如何让他振作 百合上门说尽好话 小云终于开门 曾经紧紧有挑的他 现在屋里一片狼藉 百合实处浑身解数 将他带出门 居夫领他去图书馆 就是曾经居夫 被迫碎项目攻期的那个 如此有纪念意义 可小云一点反应都没有 截止连太郎出场 知道小云对建筑 有独到见解 爱提意见 他特地拿出新的设计图 让小云看看 结果小云只说很好 第三个是木道 竟然开口就要和小云结婚 小云大笑不直 第四个百合 要带小云买衣服 要去高档餐厅 结果小云说 手机就能解决 百合谈理想 小云不需要 渐渐的两人吵了起来 四个人都失败了 在他们长去的餐厅 小云道歉 不是你们不好 请你们别管我了 四人齐齐地站起说道 如果没有你 我们都不是今天的样子 想想爷爷 他也不愿意看到你这个样子 你至少还有第三个梦想 小云回答 已经没有了 因为给我发传针 帮我追梦的爷爷不在了 几日后 小云收到公司解雇警告 还有前领导黑川的便条 希望他到公司露个面 那样警告就能收回 小云去了公司 黑川又升职了 成了专务 小云不是为解除警告 而是要辞职 黑川奔想挽留 小云夺门而出 回到家后 他清空了整间屋子 只留了心埋的AI助手 他问AI 为什么自己不想工作 为什么人生这么痛苦 为什么世界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AI当然回答不了他的问题 他继续沉溺在黑暗中 又一年过去 居夫辞了工作 去搞环保组织 连太郎和居业前辈结婚了 百合生了木倒的孩子 大家的生活都在变化 而小云还困在原地 突然那一天 手机响了 在他接通时 只听见传真机的声音 回头传真机早已不在 可从门缝中 一张张纸 如传真般的递进来 上面写道 我们会一直等到 再次和你一起工作的那天 所以不管多痛苦 都别放弃 我们不想活在没有你的世界 看到这些话语 小云泪流满面 很幸运 自己交了这么好的伙伴 抱着传真 走到户外 这个世界 他重新来了 第一关便是找工作 不会说谎的他 搞谎公司项目 也有一年矿工 这两条 就让他直接 被好多公司刷掉 无奈最后做起小事工 本身还算顺利 但性格耿直的他 在工作中劝导顾客 不要在小孩面前说脏话 孩子家长的退缩 直接将小云推到不利位置 最终在客人的不依不饶中 店长下跪道歉 小云也被辞退 东京似乎已经没有容身之处 岛上邻居阿姨打来电话 希望他有空回去 想来老家 或许才是他的归宿 小云决定回乡了 临走前 约着大家告别 本想撒个谎 说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了 但他这样耿直的人 如贝克文般的谎言 一开口就露线了 大家劝他别着急 可已经在东京十年了 十年间 有人换了工作 有人结婚生子 而自己被降职 被辞退 和大家比起来 真是一无是处 第二天 小云决定走了 同伴们却将他带到一处工地 这里要建幼儿园 设计方案 就是新人培训时 小云高喊该获奖的那个 经历了十年 终于开工了 这十年 设计师被拒无数次 但每次想起 你对他设计的肯定 他都觉得 这世界必定会有懂自己的人 于是又会斗志满满 你点燃的不是设计师的火 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火 你说过 我们是朋友 你也说过 成为大人 就要承认自己的弱点 你还说过 失去自信 是因为只看到缺点 还有那句 拿起价值之鉴 去拼个输赢吧 懂这么多道理的你 怎么可能一无是处 你扎在我们心中的种子 如今已开花结果 今天我们将果实还给你 听到这些话 小云站到前面 她接受这份礼物 她有三个梦想 和可信赖的伙伴 创造出幸福的建筑 每天听起胸膛 对天上的爷爷说 我今天也努力了 在未来遇见的人们心上 建一座桥 曾经的小云 终于回来了 再次燃起找工作的斗志 就在这时 曾经的领导找到了她 此时的黑川又升职了 成了副社长 他给小云的职位 是自己的助手 工作内容 就是给设计师挑刺 逼着他们做出 属于未来的建筑 那便是要求 优优独播 去年轻松的 小云 你做什么事